上次讲到郭靖上桃花岛之后 就结识了周柏通 周柏通就跟他讲起那本武林秘笈 九阴真经的来历 他说那本真经 本来他诗歌黄重阳得岛 黄重阳得岛之后 又不去练真经里头的功夫 只是将那本真经收藏了 周柏通就问郭靖那是为什么 郭靖想了一会儿他就说了 我想到了这本经书是要收藏的 不拿得出来最好还是烧了它 周柏通听到郭靖这么说 整个恶言眼睛睛看着郭靖就说了 我试过那时候又是这样说过 不过他几次想烧了这本经书 始终都下不了手 郭兄弟 看这个人默默独独的 为什么猜得这么准 郭靖给他一赞 全面红了他就说了 我想黄真人的武功 已经是天下第一了 他再练得硬好 照样是天下第一 那何必呢 他得到这本经书 不是想练那些功夫 而是想双救天下的英雄豪杰 免得他们互相残杀 郭兄弟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道理呢 郭靖的头壳就说了 我自己也没有有知的 我想着这本经书 害死这么多人 就算多矜贵 都烧了它就算了 唉 本来这些道理就是很易明的 谁知道我这个坏人 总是想不通 黄诗哥当年说过 说我学武功 也挺有天分的 加上又十分之爱好 不过可惜我 就是对武功过于入迷 又缺少救世制人的胸怀 就算我一世勤学苦练 始终都达不到最高境界 那时候我听了就不信了 我心就想 练功夫 是拳脚兵器上的功夫 和气道见识有什么关系呢 过了这十多年 不到我不信了 郭兄弟 你这个人这么忠厚老实 又够大量 可惜我黄诗哥过了身 如果他见到你 一定是很喜欢 会把他最好的武功 全教给你的 诗哥在生 那就好了 周柏通说起师兄黄重阳 说着说着忍不住 就在石头上咬一声哭 那哭了一阵 他又恶高头说 对了 郭兄弟 我还没说完那句故事 等我说完再哭也未迟 郭兄弟 刚才我说到哪一句 为什么你不劝我 郭兄弟 小笑话 大哥 你刚才说到 黄重阳 把那部九阴真经 用打坐的抱团扎住 是呀 是说到黄诗哥 把那部经书收藏 那时候呢 我就问过诗哥 给我看那本经书 谁知道诗哥就省了我一餐 从此呢 我就不敢再提了 那武林之中 也安静了一阵 唉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后来 我诗哥呢 就差不多死了 那林中那晚 又起了一场风波 那件事呢 就是这样的 黄诗哥 就知道自己 没多久的命了 就安排好了 教宗的大使 那一刻 就叫我 拿了那部经书出来 上在火炉边 就烧了他的 啊 怎料他想来想去 想了很久 总是下不了手 一嘀嘀传说 唉 唉 前辈 用了一生 心血 難道这本经书 就毁于我手 唉 水能在舟 亦能福舟 其實看後人怎樣用這部經書 最重要是我們全真教的人不練九陰真經的功夫 這樣就沒有人說我們全真教有詩心了 黃絲哥說完這幾句說話 閉上眼就去世了 誰知道那晚三更出了事 郭靖越聽就越覺得奇了 更加留心聽一聲都不出 周柏通就一直不停地說 他就說那晚我就跟全真教的七個弟子守寧 半夜左右突然有幾個武林高手就襲擊我們 全真七子就立刻分頭營敵 他們就怕對手傷到師父的遺體 就故意引開那些人去遠一點的地方打 我一個人就守住黃絲哥的遺體了 瞅瞅一下 突然聽見道觀外邊有人大聲叫 快點教那部九陰真經出來 不是不是我就燒了你們全真教的這間道觀 我順著聲音看出去 哎呀 不望遊自可 一望就嚇了跳 不由得道吸一口氣 只見有個人 站在一棵樹頂的樹枝上 跟著樹枝按下按下 輕功不得可了 當時我明知就不夠那個人打的了 不過都要搏下的 我就馬上跳出廳 跟著就上樹 跟那個人拆了幾十招 越打我越深寒 那個人比我年輕幾歲 這些武功比我高出很多 出手又快又狼 再打了十幾招 我就終於頂不住 被他打了一張肩膀 整個打了落地 郭靖忍不住問 哎呀 以你大哥這麼好的武功都打不過 哇 那個是什麼人來的大哥 哦 那你猜一下他是誰 郭靖想了一會就說 大哥呀 那個人 那個人當然是西毒了 是歐陽鋒 是不是 哎呀 郭兄弟 這次你猜中了 大哥呀 我當然猜中了 我知道 當今世上武功好得過你的 就只有華山論劍那五個人 那洪恩師為人光明磊落 那個段王爺 他是皇爺來的嘛 當然是顧著自己的身份 不會亂來的 黃藥師為人怎樣 小弟雖然不知道得不是多少 不過看他的所謂呢 未必是成人之危的卑鄙小人 說到這件事 郭靖武器院的樹林裡就突然有人大聲說了 算你這個臭小子 也挺有眼光 郭靖聽見就馬上跳起來 衝過樹林那裡 哎呀 那些人的身發很快 早就無蹤無影 只是見到幾棵樹的樹枝 有小小晃動 有幾片枯樹葉 跌了落地 周柏通就說了 哎呀 郭兄弟 郭兄弟 無謂找了 那個人是黃老邪 他走了很遠的了 等郭靖回山洞口的時候 周柏通又說了 這個黃老邪 他精通奇門五行 島上的花樹 都是他照著諸葛亮的八陣圖這樣種的 他聰明之極 琴棋書畫 依卜星相 甚至乎農田水利 經濟兵略 沒有一樣不知道 沒有一樣不精的 可惜他 總是要和我老頑童作對 郭靖聽見周柏通介紹黃藥師 他很佩服黃藥師精通了這麼多 只他現在最想知道的 還是周柏通說的那段故事 事關九陰真經 究竟有沒有被人搶了他 他很想知道 他就跟著問了 大哥大哥 你剛才說到被西毒打下樹之後 後來又怎樣 周柏通一拍大腿就說 哈哈 郭兄弟 這魂你就最厲害了 啊 你提醒我港股 那我被歐陽鋒打了一掌 痛到什麼 啊 打了到地上很久都不會動 我看他打完我之後 歐陽鋒就一直進去師哥的寧堂 這個時候 我都不顧得自己受傷了 就拼命返回入屋了 至歐陽鋒呢 走到我師哥的棺材邊 伸手就要拿神台上的那部經書了 哎 這個時候 全真七子就出了屋外邊和人打緊 靈堂裡頭就沒有人 看白那部經書就要被歐陽鋒拿到手了 咦 說是是那是快 黃師哥副棺材 立刻響錯下 棺材蓋到他穿了個大洞 木屑到處飛 郭靖被他嚇了一跳 他說 大哥 那是不是歐陽鋒打爛黃真人副棺材 不是不是 是我師哥 用掌力震爛副棺材 大哥 黃師哥 他就死了 哈哈哈哈 你以為我師哥死後顯靈 還是還雲復生 想不到 告訴你 我師哥是假死 郭靖越聽越覺得奇 他就說 什麼叫做假死 哦 是這樣的 原來我師哥臨死前幾天 就已經知道歐陽鋒躲在附近了 歐陽鋒只要等自己一斷氣 他就會來搶那部九陰真經 故此我師哥 就用上乘氣功 閉氣炸死 那為什麼要這樣 郭兄弟 事關如果 讓他的弟子知道 好 那全真七子 就會詐詐詐詐詐詐 傷心 實辦齒 而歐陽鋒 這麼奸狡的人 是騙他不過的 故此 我師哥就用假死 來騙歐陽鋒 當時 我師哥 看著歐陽鋒 埋到棺材邊 突然打爛副棺材 就飛身出來 照著歐陽鋒的頭部 用生平絕技 一揚紙 就刀過去 啊 那個歐陽鋒 明明看著我師哥 死了 才敢入寧堂搶書 實驚無神 見到我師哥 從棺材上撲出來 嚇到雲拍都不齊 來不及還手 就被我師哥 用一揚紙 刀到他眉心那裡 破了他苦練多年 下武功 後來聽說 歐陽鋒逃去西域 從此就不敢來中原了 我師哥 點正歐陽鋒的月位之後 就嘎嘎笑了一輪 盆室就坐在神台上 我知道他洗過一揚紙之後 就很消耗精神 就以為師哥在那裡打坐練功 我就不敢去驚動他 就出去幫他的私宅手 打退了他的對手 全真七子聽我說 師父沒有死 個個都心花露放 一起回到靈堂 哎呀 誰知道進到靈堂 見到我師哥整個人 躲在一邊 摸頭摸腦 我們大驚失色 就撲過去摸一下師哥 看見到他全身冰涼 這次師哥真是煽了 按照師哥的遺言 就要把九陰真經 上下兩卷分開來放 以防萬一有什麼錯失 那就不至於一起落入奸人手中 我就把真經的上卷收妥之後 帶著下卷的經書 就去南方的硬蕩山 想說收起來 誰知道中途就撞到黃藥師 郭靖就以為黃藥師 又是想搶那部經書 就忍不住 哎呀出了一聲 周伯通就笑著說 嘿嘿嘿 黃藥師的遺人 雖然是古古怪怪 他人是很好強 不會像西毒那麼陰險的 他不會強行搶書 那次我遇到他 他剛剛做完新郎歌 他就是要留我在他樹 吃一餐 茶餘飯後 我就說起黃師哥 假死復生 用一揚紙打中歐陽鋒的事 那個黃夫人聽完了 就想說要我借一部經書給他看 他說他不懂功夫 不過就出於好奇 想看這部害死這麼多武林高手的書 究竟是寫什麼的 一開始我當然不肯 誰知道黃老邪對他新夫人寵愛到什麼 他就說 拍通啊 我夫人又不懂功夫 出於好奇 你就給他看一本書 如果我黃藥師 瞧一下那本經書一眼 我馬上就畫一對眼物出來給你 那黃老邪 是當世數一數完的人物 當然是言出如山 不過這部經書實在太重要了 我還是不肯借 誰知道黃老邪就有點生氣 哼 拍通啊 我都知道你難做的 不過你肯借給我夫人看看 我黃某人一定有報答你全真派的日子 咦 如果你不肯借 那就有你了 知道你全真派的日子 有什麼冬瓜豆腐 就不要怪黃藥師不幫忙啊 唉 他這麼說啊 我怎會不明白才行 他這個人 說到做到 他不好意思跟我動手 只會借一些意義 就難為馬玉優處姬他們 那麼這個黃老邪的武功實在太高 激怒他是很棘手的 雖然是這樣 我都不太憤氣 我又說了 黃老邪 你想找人出氣 那就儘管找我老頑童 不關我的私宅事的 你就大欺負 啊 誰知他夫人聽見我的花名叫做老頑童 卡卡聲小 他就說了 周大哥啊 啊 你當然很喜歡胡鬧鬧的了 不是為什麼人家會叫你做老頑童 啊 算了算了 你那本經書呢 我不看了 他然後呢 就對黃老邪說了 看來啊 看來啊 黃重陽那部九陰真經 當然是被歐陽鋒搶了他 現在周大哥拿著那本是假的 狼君啊 你又何必逼他拿來看呢 算了算了 還給人面子吧 黃老邪就跟著說了 是啊 是呀 阿柏通 那不如我幫你去找歐陽鋒算帳 他的武功高過你 讓我助你一臂之力吧 聽到這裏 郭靖的心就想了 哎呀 原來黃蓉的娘親 又是這麼多的 他就插嘴說了 大哥啊大哥 他們這樣是想擊你而已嘛 周華通就說了 嘩 你以為我傻的嗎 我肯知道他們那種東西了 不過 我就不服氣了 我就說了 啊 驚書當然是真的啦 哼 不過呢 借給嫂子看也沒所謂 知道你們以為我老頑童 看不住這本驚書嗎 哼 那我就跟你們 比個幾招試一下才行 那個黃老邪就說了 哎 柏通啊 比武容易傷和氣的 你是老頑童 不如我們 給小朋友玩的遊戲 我還未答應她 她那個夫人 批批啪啪啪啪就說了 好啊 好啊 不如你們兩個比賽 打石彈吧 那各位 打石彈呢 就等於現在我們那些小朋友玩的 打波子那樣 那現在的波子呢 就用玻璃來做 以前的石彈呢 就用石頭來磨的 郭靖聽到 他就微微一笑 大哥啊 他們兩夫妻一唱一和 來擱你入靈而已 周柏通就說了 嘿嘿 我肯知道的 不過 打石彈 我從小玩到大 最拿手了 我就跟他們說了 比不比 難道我怕了他嗎 那個王夫人就說了 周大哥啊 如果你輸了 就要把經書借給我看看 知道你贏了 那你想要什麼啊 那個王老邪就跟著說了 全真教 他們有真教之寶 九陰真經 難道我桃花島就沒有了 不過這樣 他就從包裹裡 拿出一件 黑奔奔 有盜刺的衣服 就發聲放在桌上 郭兄弟 你猜一下 那件是什麼來 郭靖和黃藥師的女兒 黃蓉 相愛了很久 怎麼會不知道 那件是什麼 他即時就說了 哦 是軟衛甲而已 周伯通就有點惡然 哦 哦 哦 你這個人 知道有很多事情 好好 我繼續說 繼續說 那個王老邪就說了 柏東啊 你武功戳絕 那當然不用穿這副甲護身 這很難說 但是你娶了個女頑童 生了個小頑童 小孩子穿這副軟衛甲 真是很適合的 誰都欺負他不行 你如果打石膽勝了我 那桃花島這件鎮島之寶 就歸了你 那我就說了 老實說老實說 女頑童 我就不會娶的 小頑童還在兩二婆的女兒上 不過呢 你這副軟衛甲 在武林中就出了名 我贏了拿來穿一下 在江湖上出風頭 也挺威風的 等天下的豪傑 都知道桃花島主 輸了給我老頑童 這個時候那個王夫人就接著說了 周大哥啊 你不要說那麼多話了 你們兩個不如比一下才算吧 當時呢 我跟王老邪就說定 一人九粒石膽 在地上就要十八個洞 那哪個九粒石膽 打入洞先呢 就哪個贏 我們呢 就去屋外邊的空地 挖了十八個洞 我就特地等王老邪去選石膽先 他就順手拿了九粒 我們就比起身 王老邪的暗器功夫 但只神通天下有名 那講真功夫呢 我當然不夠他降 知道我可以出貓仔的嘛 我挖的洞子就很特別的 那些石膽打進去 就會再跳出來 打石膽的時候 不單止那些力 要洗得不輕不重 要欺負到好處 而且那些力 到收尾的時候 手還要一收 那些石膽 才能留在洞裡頭的 那王老邪呢 就連氣打了三粒石膽 哇 一粒都不差 離毫就進了洞 那些石膽一進去洞 又滾出來 等到他誤到其中的道理的時候 我都已經有五粒石膽進了洞 這個王老邪真是邪的 他一見不對腦就出術了 郭兄弟 你猜他出了什麼術 郭靖就說 大哥 你說他是不是想用武功來打傷你的手呢 周華通就說 不是不是 王老邪的人是沒有這麼笨的 這樣說出來 江湖上的笑話 他知道這樣打石膽 一定是打不贏我的 後來 他就盯著我 撈最後那四粒石膽出來的時候 他忽然間手指上偷偷運力 又撈了四粒石膽出來 他那四粒石膽 把我幾粒石膽全部打碎了 而他自己那幾粒就完好無缺 還慢慢滾進地下的洞裡 郭靖就越聽越急 他說 大哥 那你不要管他 繼續打石膽出去 打出去就行了 周華通就甭提甭爪地說 哎呀 鬼不知道嗎 我 我就只有九粒石膽 被他打爛了 我哪裡找回來呢 那沒有 我就唯有眼白白 看著他慢慢 一粒一粒一粒石膽 打出去 打了那九個洞 哎呀 那我就算輸了給他 郭靖就說 哎呀 這麼賴貓都有嗎 這樣也不算數 周華通又說 是啊 我也是這麼說的 哎呀 那個王老邪 你猜他怎麼說 柏通 我們大家說好了 誰弄一粒石膽 打進洞裡 誰就先贏 你想奸賴不行啊 哼 不是說我用石膽 打碎你的石膽 就算我強行搶了你的 只能少一粒石膽進洞裡 始終都是你輸 哎呀 我明知道他這樣 是強行來的 但是想起來 都是怪自己沒有想到他這一步 再說 就算要我打碎他的石膽 而自己的石膽不爛 那我確實辦不到 民心說 我真的很佩服王老邪的功夫 我就說了 哎呀 算了算了 我本經書 就借給嫂子看 不過說明啊 今天天黑之前 你一定要還給我的 郭兄弟啊 我這樣也算正了 是不是 我說明什麼時候還 到時候就不到他奸賴了 老實說 到時候 他說還沒看完 十年也是借 一百年也是借的嘛 郭靖就馬上點頭話了 沒錯啊 大哥 哎呀 幸好你這麼聰明 想到這一步 如果給我 實領了他們的東西 周伯通就另一另一頭話 哎呀 說得聰明啊 誰能及得上王老邪啊 哎呀 我終於上了他的當 各位 周伯通最後 又怎麼會上到王老邪的當呢 明天再說了